政府就完善选举制度的草案提交多项修正案 包括定名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新增一到三名非官首成员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向完善选举制度法案委员会提交的修正案中 提出负责决定候选人提名 是否有效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人数上限增至八人 除了主席和二至四个官首成员之外 加入一至三个非官首成员 亦规定候选人获有效提名或丧失资格 将会由资讯会刊献公布 政府也修订容许选举委员会委员 以不同身份提名多于一个候选人 例如以选委身份在地方选区提名一个候选人之后 可以继续以地方选区选民身份 在所属地方选区提名多一人 有议员关注会产生大量候选人 我当然不太明白理据为何要给选委这么多提名 这个完全是视乎选委本身的法定身份 而去定出来的 我觉得政府这个改动是合理化了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是与中央部门沟通过 其实附件二并没有限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位选委同时可以行使 例如作为地区选民的另一个身份提名 同样道理就是 如果同时功能界别可以有一个选民身份 他仍然可以行使原本功能界别选民身份提名 另外政府收到38个立法会议员的联储信 要求修订条文 定名地区直选和功能界别选举期间 如果出现候选人去世或者喪失资格 选举程序将会继续 政府占领有关建议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道